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任世間有悲哀女后 愛和恨中無法看破 喧囂的人群终却难免寂寞 心中是向谁说 我的人生起起落落 清风在首唱笑当歌 人有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天地间唯有我 为了心中一片晴朗天 我要把铁鞋踏破 一个人我此处去漂泊 为了心中一个难约梦 这活了多少坎坷 一个人我无可奈何 为了心中一片晴朗天 我要把铁鞋踏破 一个人我此处去漂泊 为了心中一个难约梦 走过了多少坎坷 一个人我无可奈何 为了心中一个难约梦 等等 上吧 不 等等 再仔细地看看 什么时候算出来这么多的冰酱 冒出这么多人, 护卫着狗王啊! 管他呢, 冲上去再说! 对, 大家可松手不及! 不行! 现在狗王身边, 应照甚动! 齐刚, 索云, 都都是顶尖的高手! 再加上刚才那武功齐高的驼子, 是敌是游也不轻重! 冲了出去, 让他们两下子李家鸡, 咱们非但杀不成狗王! 弄不好, 还得全军覆没呀! 那, 那怎么办呢? 撤! 欸, 长老! 来日往上嘛! 走! 快走快走! 撤! 快走吧! 君无弃! 呃, 臣从未听说过江湖上有这样一个年轻高手啊! 嗯? 啊, 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江湖上能人辈出啊! 此人文采武功, 均有过人之处! 若能做我骨功, 则如虎添衣! 倘若与我为敌, 怎难免不成心腹大坏! 王爷手下高手如云, 见之朝廷内外拥戴王爷者不计其数, 区区一个穷侠客, 王爷念就不必挂在心上了! 啊! 此人衣衫随旧, 却眼不住他眉宇之间那股咄咄逼人的气概, 想来必定是个大有来历之人! 那王爷的意思是…… 给我先好好查查他的身份来历 啊, 是! 哼! 哼啊! 哼! 哼! 哼 哦 哎呀 你就不会慢点喝吗 怎么喝就惯了 哎 入水呢 怎么半天没见她的眼呢 五号 她出去骑了活马 刚才回来了 在她自己房里 我已经让人叫她去了 这丫头 成天就知道乱跑 没个闺女呀 爹 你又在背后骂我什么呢 快快快 快来坐下 来 就等着你来好开饭呢 哪里是要等着我来开饭呢 分明是等着我来让爹爹骂着 全当是爹爹的下酒菜吧 弱水 啊 你们先去吃饭吧 是 弱水 咱们搬到这里 也是不得已 这儿 这儿 什么都没有 委屈你了 娘 其实我倒挺喜欢这儿的 地方开阔 又能天天有马骑 哎 弱水啊 你骑马可以 但只在咱家的马场里骑去就行了 啊 别跑得太远了 哎 眼下这 兵荒马乱的 万一你要出点事 我们老两口可就活不成了 可不是吗 官不做了 老宅子也不住了 我们就 只剩下个你了 你要是在 娘 以后吃饭的时候 您可别抢着说话了 看耽误了我爹爹的下酒菜 什么下酒菜 骂我呀 这古人呢 是汉叔下酒 我爹呢 是骂我下酒 你没见着半天 我爹没得着空骂我 连酒都不喝了 你 你 这丫头 可实在 娘 陈向远 给王爷请安 那 向大人呢 清晨来访 有何见叫 回王爷 陈见王爷 为了军机大事 废寝忘食 日夜操劳 这梁州 又是荒凉之地 又没有一个 使王爷散心的去处 又没有一个 得力的下人 微臣又是外臣 虽又常在王爷身边 伺候王爷的心 可还真是不敢 随便来打扰王爷 哎呀 微臣为此是 冥思苦想 日夜不安 可是又没想出 一个什么办法来 哎 说巧不巧 在这城里 有一位 既家粮铺的 小姐 哎呀 小姐生的是 人品出众 才貌超群 只愿意她心下 仰慕王爷 愿意到府内来 服侍王爷 不知 王爷意下如何呀 臣特来领受 王爷的旨意 啊 知道了 你还有什么事吗 啊 没有了 那你去吧 啊 那 微臣告辞了 嗯 啊 是 呃 向大人 啊 呃 臣在 啊 请你为我 你一份本地的士绅 名流 以及德高望重的 老者的名册来 是 知不知 王爷要这名册 何用啊 朝廷大军在前面打仗 我属下的各路人马 在这梁州的地面上 征集 梁草兵马 也颇有些日子了 给地方上的黎民百姓 添了不少的麻烦 所以本王想 在这梁州府里 摆上一天宴席 请诸位来 聊表谢意 哎呀 王爷真是爱民如此啊 日里万机之余 尚能如此体虚百姓 实乃民之万幸 臣这就去办 咳呀 咳呀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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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这琉花客栈也有人查过 看样子 咱们的 形藏一漏 不能在这再住下去了 那咱们怎么办呢 我想 咱们只有 铤而走险了 怎么干 您就说吧 咱们今夜直闯凌州府 杀了狗王 请王爷试下 要不要把那姑娘带来王爷过过目 请王爷更衣 请王爷试下 好 王爷 这就是那个梁铺老板的女儿 正是 嗯 启禀王爷 前面刚刚送来的紧急公文 拿来我看 立即送梁州府衙门 让向元照着办理 是 嗯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站住 到床上来 是 别洗灯 是 晚上还得寻宴 真困 快 快 快,快走,這邊 快走 快 抓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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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啊,有刺客 站住 站住 上 開 快 快去找狗王子住手 快,抓住他 抓住手 快來 師兄 師兄 王爺 外面有危險 你可不能去啊 沒事的 快,快,那邊 那邊 抓住他 放手 快 那您穿上衣服 老虎 快 老虎 快 抓了 抓了 好 抓了 抓了 王爺 這些人 就是你所說的江湖人士 惊動了王駕 臣罪開萬死 我倒没什么 只不过这些江湖人士 看来武功很高啊 否则怎么连锦衣卫指挥使 再加上本王的护卫指挥 都挡他们不住呢 嗯 臣罪该万此 此等事情今后当绝不发生 但愿如此吧 江湖人士 本王因何事能得罪江湖人士 姑娘是找在下吧 姑娘这些天来总是偷偷摸摸跟着在下 是何用意啊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应该清楚 我做什么事了 少废话 去死吧 我与姑娘无怨无仇 为何出手狠毒 姑娘年纪轻轻 不但暗器狠毒 这掌法也够狠毒的 你走吧 你师门竟然能教你崔心掌这样歹毒的掌法 自然也会解开你的穴道 不过这一次我饶了你 下一次 我再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了 慢着 你我不会有下一回了 姑娘何出此言 在下并没有点姑娘的死穴 就是这条胳膊 只要在半月之内解开穴道 你便恢复如初 你面前摆着两条路 你现在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 那愿文齐 这第一条路 就是你现在就杀了我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 日后自然也不会有人来找你的麻烦 像我君无忌 有生之年未曾杀过一人 自然也不会被姑娘耳开杀戒的 说的倒像真的是 所谓真假 不过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愿文第二条路 这第二条路 就是你赶紧自己了结了 什么 你自己把自己给杀了 多少还能痛快点 否则等杀你的人来了 那死法可由不得你挑了 既如此 在下就在此专后了 姑娘自便吧 你等着吧 杀你的人马上就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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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师姐 大师姐 起来吧 自家姐妹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 梅儿此次奉师命下山 非但师父交代的事情没有办成 还在回来的路上 败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年轻剑客手下 为此 梅儿很怕见师父她老人家 师父的脾气 你是知道的 对这种事 她从不轻饶 不管怎么样 你先起来吧 怎么你受伤了 就是被那人点的穴 至今已经十多天了 依然没有解开 我看看 这人点穴的手法很独特的 我解不了 那人还说 需在半月之内解开穴道 否则这胳膊就废了 那看来 只有去求师父了 师姐 我怕 别怕 到时候 我帮你说话就是了 你先回自己的房里歇着去吧 待会我叫人叫你 师父她 师父正在后山练功 不让人打搅的 师姐 兰儿 你送梅二分房去休息吧 那我走了 好 走吧 王爷要的名册 臣已经做好了 请王爷过目 好 尹正远 他也在梁州 回王爷 春日元本来是兵部侍郎 他如今 这个我知道 我是问你 他如何也在梁州 这春日元本来就是梁州人士 他现在辞官回乡了 我说呢 他回到家里 日子过得可好 可有什么举动吗 他回来之后 好像是家里接连发生了几档的事情 他如今把 租宅已经封了 全家都搬到马场上去住了 好像是 好像是要在那里 种田养马 一样天年了 不知王爷 不知王爷还有什么吩咐吗 你赶紧定个日子 以我的名义 把帖子发出去 是 去吧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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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观看 眼下的风声很紧 咱们的行藏也暴露了 客店的不敢住 城里的也不敢去 这梁州府啊 更是防范的 像铁桶似的 连边都挨不上 咱们 也不要勉强 先回邦里道 休息一下 至于报仇的事嘛 只要大伙心不死 来日方长啊 今后一定会有机会的 怎么样 你们说呢 是啊 不行 不能走 大仇被报 和他回去 回去了 和爷一见帮中弟兄 不回去 白在这待着 连这林子都出不去 报什么仇啊 是啊 这仇是要报啊 咱们啊 等着风声 稍微松一些的时候啊 再找机会 现在咱们在这硬撑着 也不是个事啊 这回去了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是不是可以另辟蹊径 从别处下手 是啊 老板 我不能回去 哎呀 老板 没事啊 回去吧 回去好 对 咱们 咱们 来 来 来 吃吧 来 来 吃吧 吃 你家住在哪 你有地年吗 你还有亲戚吗 你这孩子 那句话都不会说啊 那我就没法知道你叫什么了 人家都叫我小琉璃 哦 你会说话呀 多大了 十一岁 那你平日住在哪呢 哪都住 哪都住 什么 什么山洞啊 破庙啊 人家的大门口啊 这天气 眼看就要冷了 这些地方怎么能住呢 那有什么办法 不住这些地方 上哪去哦 你以后 跟我这儿住吧 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 你身子还很弱 先睡吧 即使如此 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回来 徒儿犹如师门 本当自行了断 以泄施恩 只是 只是什么 师父息怒 梅儿已经知罪了 不过 她此次下山 遇到了不少事 实在是 不能完全归罪于她 还请师父多多的宽恕啊 既是这样 你且说来 我听听 是 徒儿这次 奉师父之命下山 到德胜庄附近 暗中查看 庄内动静 谁知徒儿 刚到庄子大门外 便听得庄内 一声惨叫 过了一会儿 庄子大门 被人猛地 从里面踢开 紧接着 抛出一个 批发障见的 青年男子 转眼 就又跑掉了 徒儿见庄内 居然没有一点声响 静得奇怪 便潜入庄内查看 谁知庄内 庄内怎么了 旧老爷江庄主 以及全庄上下大小人等 已经被人 被人尽数杀了 什么 全被杀了 是 那人叫什么名字 徒儿暗中听于这人同行的一个老和尚 叫他无忌 后来才知道 他姓君 君 君无忌 他是什么路的 尸门何处 不知道 徒儿正是因为想弄清这事 才暗中尾随那个人 一直跟到了梁州府地面的 柳花河畔 柳花河 那儿没有什么有名的武林门派呀 那人 看来也不是柳花河畔的人 他到那儿好像也是为了办什么事 似乎是想于那汉王为难 朱高旭 正是 那晚这人到汉王的驻地愧策 徒儿暗地里跟着他 想弄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人 不想被他发掘 所以就 就让他打败了 是 你身上有伤 是 你站起来 你动一下胳膊试试 多谢师父不杀之恩 你快起来吧 师父本来就没想杀你 谢师父 谢师父 以你的武功赢不了他 也不足为奇 此人年纪轻轻 便有如此高的武功造诣 想必是大有来历之人 梅儿 你先好好歇歇 明天早起 把这人的模样相貌 仔细给你几个师姐妹 形容一下 让他们记住 让他们记住 日后 只要见到此人 一定给我杀了他 这些 你们都记住了吗 徒儿记住了 那好 你们下去吧 是 君无忌 明天早起 明天早起 你等着吧 杀你的人马上就到 杀你的人马上 请问足下何人 足下难道 真的认不出在下吗 啊 原来是你呀 不错 正是在下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些人马上就叫你 然非酒链之家 何况 这里也不是什么良缘 只有这么一间小茅屋 我劝你 还是早点离开为好 走吧 今天晚了 明天一早就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那么请问 不必多问 真的 走吧 走得远远的 越早越好 你站住 请问 这地方是你的吗 当然不是 那你凭什么让我走 我 我只是好意相劝 听不听全在你自己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绝不会离开这里的 随你 告辞了 慢 我只是好意相劝 我只是好意相劝 我只能把你带来 我只能把你带来 紅顏不常珠 相思之淚和氣窟 舊恨心愁 這半牽動我的心 一片痴情在江湖 你是那改路的玫瑰 你是那青春出生的舞 你是那天邊的彩虹 你是那狂寒冬飄渺的對手 讓親愛之火焰燃盡 從此再不會有青青過我 你一個共同的月亮 把一切陰國的詩紙在夢裡重逢 獨作莫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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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人會在家裡 我會在家裡 你會在家裡